萧炎在天山血潭之底,经历了两个半月的苦修,终于突破着斗踪之境。 并且再次见到了奄奄一息的药老,为了尽快救出药老,萧炎决定前往四方阁大会,寻求封尊者帮助。 打定主意的萧炎深吸了一口气,目光转向火山口旁的那座石亭,一眼便是瞧见了金石和金骨,当下他踏着虚空缓步而下,落入石亭之中,金骨健壮,微微一笑道,恭喜萧炎小友晋升斗踪啊。 萧炎音声道,侥幸罢了,若非金石前辈提供修炼之地,我想突破斗踪,怕也困难。 金石文言,轻笑道,各取所许而已,小友不必过于客气。 你在血潭之底待了两个多月,真是出乎老夫的意料。 萧炎听后,不禁惊讶出声,没想到竟然过了两个月,旋即环顾四周,发现纳兰燕燕等人已不在。 似是看吐萧炎的心思般,金骨解释道,他们已经离开了,现在天目山只剩你一人。 萧炎略微有些诧异,旋即点了点头,还好已经得知了云云的所在,等有时间便去花纵看看吧。 就在萧炎念头般涌间,金石迟疑了一下,突然出声,萧炎小友,如今你已经突破之斗踪。 不知,见到金石欲言又止的模样,萧炎轻笑一声,金石前辈放心。 小子可不是拿了好处不做事的人,你身上的火毒交给我便好。 萧炎,金石松了一口气,萧炎从那届拿出一张药方交给金骨,金骨承诺下午备其所需材料,并立即去准备。 就在金骨转身离开之际,萧炎突然说道,金石前辈,不知能否向你打听个事。 金石阴声道,尽管说。 萧炎便询问,金石前辈,你是否知道古族的事情。 听到古族两个字后,金石的面色忽然一变,片刻后,有些担忧地说。 萧炎小友为什么提起古族,你莫不适合他们有什么矛盾吧,这古族可不是风雷阁。 得罪了风雷阁,或许还能活命,但若是与这个神秘的古族交恶,那后果将会不堪设想。 听到这番话,萧炎摇了摇头,笑道,我并未见过这古族,更不会有什么矛盾,只是打听一项而已。 金石松了一口气,方才说道,没矛盾就好,放眼整个中周,即便是魂殿和丹塔,在这古族面前都有些不够看。 魂生萧炎顿感惊恶,虽然能猜到薛儿的背景不简单,但是没想到那古族竟如此强横。 面积此处,萧炎有些疑惑地问道,既然古族如此强势,那为何从未听说过,而且他似乎也未出现在人类的势力中,难道他们不是人类? 听了这话,金石缓缓说道,古族其实也算是人类,他们从远古流传至今,体内流淌着斗地的血脉。 古族对大陆上的势力排名并不在意,但他们的实力却无可置疑。 真要细数,能与古族抗衡的势力,在斗气大陆上也是寥寥无几。 古族之人都住在古界,那是古族斗胜强者开辟的空间,差不多和中周北域一样大。 古界是古族独有的地方,中周的人对他并不熟悉。 听了这话,萧炎不禁吸了一口凉气。 听而让自己至少达到斗宗才去找他,原来古族竟然如此恐怖。 尽管我现在已经是斗宗了,但在古族中应该也不算什么。 但这不会阻挡我,救出药老后,我就前往古族,毕竟古族也是人类,我不相信没有办法应对。 萧炎一咬牙,心中发狠道,就在萧炎和金石二人交谈间,金蛊迅速送来了药材。 在接下来的五天时间里,萧炎成功帮金石去除大部分火毒,还练了一些药液, 并煮金石每天泡三个小时,三个月内就能痊愈。 处理完金石的火毒后,萧炎喃喃自语道,看来也该动身了,四方阁大会应该在这几天举办了。 要知道新运阁作为参赛方之一,想必封尊者定然也会到场,若能寻求到这位尊者的帮助。 那么营救药老自然也多了一分把握,辞别金石和金骨后,萧炎便迅速朝着风雷山脉飞掠而去。 此刻的风雷山脉已经挤满了人,基本都是来看热闹的。 萧炎怕惹麻烦,便遮住了自己的容貌。 毕竟他和风雷阁有仇,如果公开露面,风雷阁肯定不会放过他,特别是那位雷尊者坐镇。 虽然萧炎现在已经是斗宗,但面对斗尊强者仍然不够看。 当他登上雷山时,前方有两条登山的石道,在两条石道入口处则有两名老者看守。 看到这两人,萧炎的眼神变得严肃起来。 因为他们正是当日陪同凤庆儿,前往天目山脉的强者,要知道这两人的实力也是极为不俗。 所以萧炎一时间也无法判断自己这改变的容貌,是否能通过他们那严格的审查。 此时,那一身红袍的老者向众人宣布规则。 左边是道工前来看热闹的人士使用,右边的则是给参加大会的年轻强者提供。 不过若想参加大会,则必须满足三个条件,其一是需要达到三星斗黄以上实力。 第二便是年龄必须在30岁以下,至于第三则得在他的手中支撑五个回合,此话一落,顿时引起不小的骚动。 这三个条件满足其一便是颇难,更何况三个。 因此绝大部分人都是选择了左边的那条石道,而萧炎迟疑了一下后,也是朝左边行去。 毕竟他的目的只是寻找封尊者,可没兴趣在封雷格之内大打出手。 当大部分人对着左边石道登山时,也有着几名实力不弱的想要闯一闯右边,但最后都被那火长老给一巴掌扇了出去。 对于这些战斗力孱弱的家伙,那火,木两位长老连眼睛抬都没抬,萧炎健壮,内心却是黑黑一笑。 然而,当他的脚步刚拍上石道,那名火长老突然叫道等等。 听了此话,萧炎袖袍中的拳头也是一紧,而那名火长老则淡淡地道,我看你似乎是达到了参加的资格,为何不去试试呢? 此言一出,众人的目光顿时射向了萧炎,先前那么多人都未曾通过考验,难道面前这普普通通通的家伙有这能力? 萧炎无视周围的议论,缓缓说道,我对大会没有兴趣,只是来寻人而已。 言罢,萧炎转身对着山顶行去,留下身后一堆呆滞的目光,和惊恶的疑难,这个家伙,也太嚣张了吧。 火长老身旁的那名老玉,瞥了眼萧炎的背影,皱眉道,此人有什么不对吗? 火长老应声道,不知道,我也只是在他踏入石道的时候,感觉到周围天地的火属性能量突然的波动了一下,不过不知为何,此人给我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 当萧炎不急不缓,对着山顶之上行去之时,一道七彩聚合,突然自山顶震吵而来,在其之上,有一道略显曼妙的美丽倩影,此女赫然便是风雷格的天之教女凤庆儿。 萧炎健壮,眉头忍不住地皱了皱,她敢肯定此女身上定有宝物遮掩气息,否则不可能以自己如今的实力,竟然还是无法看清对方的深浅。 如此看来,还是这凤庆儿危险程度最大,虽说唐英、王晨以及沐青鸾三人,实力也极为强悍,但他们都并未给予萧炎这种危险,唯有这凤庆儿让她看不透。 或许是因为风雷格的缘故,对于这个女人,萧炎谈不上什么好感,所以若是看着她取得了最后的大会胜利,那么萧炎心中倒也是有着一点点的小不爽。 嘀咕了一声后,她便对着山顶之上迅速跃去,以萧炎现在的速度,瞬间便到达山顶,在山顶之上有着一处巨大的银色广场,广场前方摆放的一些视野极佳的荧幕座椅,此刻的这些座椅上皆是空袭。 很显然,有资格坐在这里的人,定然是四方阁中极具重量的大人物,见到大会还未开始,萧炎便盘腿而坐,闭目养神。 而就在这时,一道雷电猛的自云层之中暴掠而下,旋即四道身影划步行出,最后落在那荧幕座椅之上,其中一道身影赫然辨识萧炎的老熟人废天。 至于中间那一位,想必应该辨识雷尊者了,虽说此人的气息看上去,似乎远不及废天三人强横,但萧炎凭借着过人的灵魂感知,却是明显地察觉到一丝极度危险,这种感觉即便是废天也并不曾具备。 就在萧炎心中惊讶之时,一道破风声再度响起,旋即一临十丈庞大的巨剑,滑破长空暴力而来。 在巨剑之上,有着一老一年轻两道身影,而是年轻者赫然正是那万剑阁的唐鹰,而其身旁的老者则是与雷尊者同样的可怕。 此时雷尊者见状,大笑道,哈哈哈哈,见尊者这一次倒是你来得最快啊。 对于雷尊者的笑声,见尊者并未理会,在犯了翻白眼后,直接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。 就在他刚刚坐下,一道怪笑声也陡然响起,嘿嘿嘿,见老头还是一副臭脾气,看来对于当年的那场比试还是心有疙瘩。 出现的人影是一名身穿黑袍的老者,在其身后也是有着一道熟悉身影,自然便是那黄泉阁的王臣。 见尊者瞥了一眼黑袍老者,不嫌不淡地道,当年老夫自己运气差了一筹,才败于他。 比起某个在封尊者手中紧紧支撑了百回合的人,却是好了不少,你说是吧,黄泉尊者。 听得此话,那黑袍老者眼神顿时阴暗下来,然而当他刚欲出言反讽时,脸色却是微微一变,其目光则紧紧地盯着天空。 在那里一道如龙啸般的风声突然传来。 见尊者也是抬起头,望着摇摇天空笑道,这老家伙明明速度最快,但却总喜欢最后一个道。 见尊者话音刚落,一道青色风炫便悄然而至。 在这青色旋风出现之时,萧炎的目光也是豁然转移,死死盯着青色旋风中的那道身影,不禁嘀喃一声,他便是封尊者吗? 据耀老所说,此人算是他的生死之交,并且这封尊者还是极重情义之人,如若此话不假的话,那么萧炎便是能够有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啊。 正当他的内心泛起一抹激动时,那席位上的雷尊者与见尊者二人再见到封尊者后,皆是抱拳对其表示客气,对于二人的客气,封尊者也是有所回应。 至于那黄泉尊者,他则是连看都未看,要知道此人做起事来可是因损至极,如此不择手段的性格,封尊者相当不喜,因此他也懒得搭理那黄泉尊者几人。 在各自客套了一番后,这一届的四方格大会也是正式开始。 本届大会参赛者总共有53人,规则是以混战开始逐步淘汰,直到最后场中只剩下8人为止。 但随着参赛者的入场,那席位之上的穆青鸾、唐英以及王晨三人,在对视了一眼后,也是飞烈制广场之上,三人刚入场,一道七彩聚合也是抱女儿制。 来源自然是还未曾露面的凤青儿,她的出场令场中气氛顿势高涨,谁都知道本届大会,此女的胜率怕是最高,此刻硝烟的目光也是紧紧锁定着凤青儿。 对于此女,她总是有种若隐若现的危险感觉。 在皱了皱眉头后,硝烟的目光便豁然转移,然后缓缓地在广场之上扫舌而过。 突然她在一处角落发现一道熟悉身影,望着那张十分熟悉的侧脸。 萧嫣在愣了片刻后,终于是猛地一拍手,眼中掠过一抹惊恶之意,灵艳。 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? 萧嫣没想到自己才来中中没半年时间,居然已经遇见了不少当年的熟人,缘分二字。 可当真是难以琢磨,伴随着雷尊者宣布混战的开始,广场之上的气氛也是陡然绷紧。 53人中只留下8人,这8个名额有这4个基本已经被占据,也就是说剩下的49人中,能够成功留下来的只有这4人。 这等筛选之法,当真是无比苛刻,而萧嫣自从发现了灵艳的失明后,目光便一直停顿在其身上。 她能看出后者的实力以至四星斗黄,遥想当年自己闭关之前,灵艳的实力也不过达到斗王阶段,显然这些年她应该也是有所奇遇,就是不知灵修雅与柳琴如今在何方。 对于这三人,萧嫣有着极为不错的好感,而且她也一直记得,当年云蓝宗助力之情。 此刻的场中已经彻底的混乱,即便在场的人皆不是弱手,但依旧有着人在源源不断的吐血退出。 不过最出乎萧嫣意料的还是灵艳,要知道这家伙的实力,在此仅仅只能算作中流。 可到现在居然还未曾被淘汰出去,在细细观察了一阵后,萧嫣才看出端倪。 原来灵艳洗得了一个异常奇妙的身法,虽然施展起来左右摇摆极为难看,但却是丝毫不比三千雷洞差多少,见到灵艳能够坚持下去。 萧嫣也是松了口气,而在这混乱的广场中,有四人则一场冷静,他们赫然便是凤庆而无庆卵。 唐映以及王晨,凡是任何感踏足他们圈子范围的人,都是会在第一时间遭受到最猛烈的攻击。 毕竟他们的实力已经算是这里的天花板了。 当场中只剩下了十一人左右时,混乱的广场顿时出现了一种异常的安静。 这十一人各自分散开来,彼此警惕对视。 让萧嫣没想到的是,林艳居然也在其中,不过后者却是场中实力最弱的。 其余之人大多都是七星乃至八星斗黄,因此林艳这一只独秀也遭到针对。 面对一名八星斗黄的步步紧逼,此刻林艳的处境也是变得异常危险。 萧嫣见此情形也是站起了身来,她可不会看着林艳死于别人刀下,然而那名八星斗黄却并未对其吓死手,反而更像是在故意追赶着林艳一般。 在看了眼距离林艳最近的一名黄袍男子后,萧嫣的心头顿时一凉,这名黄袍男子正是黄泉阁的王晨。 此刻的她正如毒蛇般盯着林艳,嘴角有着一抹淡淡的阴冷之意。 显然,那名八星斗黄是想借刀杀人。 毫无疑问,林艳最终还是踏进了王晨的攻击范围,也就在此时,一股寒意便是涌上其心头,旋即一道黑色皮链滋后方暴射而来。 林艳健壮,顿时有些头皮发麻,她与王晨之间差距太多,即便有着身法之术,也并非是其对手。 林艳连忙喝倒停,我认输。 对于林艳的叫声,那王晨却是一声冷笑,她向来生性是杀,出手必见血,所以这道攻击那有收回的道理。 就在林艳准备闭目等死之际,一道蜥蜴突然从后方抱有而出,旋即她便是感觉到,一只手掌拍在其肩膀上。 接着一道熟悉而无奈的声音在其耳旁响起,你这家伙没事来这种地方掺和什么。